哈囉大家好 我是沖閒老師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影片背景有去背的效果 那這怎麼做到呢? 你必須準備一個綠色布幕在後面才可以喔 那今天我要介紹一個OBS錄製影片 可以把人物的背景做透空喔 OBS是一套免費軟體 各位可以在網路上自己下載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呢 我們在場景的地方 這邊它可以有很多場景 細節我們就不多說我們做最陽春的 那你最好是準備兩個螢幕 來在這個場景裡面呢 再點選這個來源的加 那我們先把右邊的螢幕加進來 這個叫顯示器擷取 那OBS聰顯老師在YouTube有主題 介紹很仔細 請各位在自己看吧 顯示器擷取的時候呢 我喜歡用清楚的文字 右邊螢幕 好 按確定完以後呢 預設是抓自己螢幕 就會造成回圈有沒有 那顯示器我把它切到什麼 顯示器2 那聰顯老師這邊有三個螢幕喔 來 那這個右邊的螢幕 這個動物星球頻道就進來了 接下來 我要介紹動物星球頻道 我想把人放在右下角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要加什麼呢 當然叫webcam喔 webcam在這裡叫做視訊擷取裝置 點起來 那這個呢 我也喜歡用什麼webcam 你可以把場合也打進去沒關係 來按確定完以後 那這裡呢 我有兩個攝影機是USB這個 好 當然這個就比較不適合光角鏡 因為我背景的綠幕沒有那麼大 那進來以後 怎麼讓背景透空呢 其實你應該 沖閒老師現在後面有一個綠色的布幕喔 所以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要讓綠色的部分做去除 那在這個webcam 我要設計按滑鼠右鍵 要選哪一個呢 濾鏡 好濾鏡效果要加 加什麼呢 加色度鍵 點選一下 那色度點選要按確定 進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請你把這個視窗稍微移動一下 預設進來有沒有看到半透明 它偵測到綠色 讓它透明可是效果不好啊 那怎麼辦呢 你必須調整相似性跟平滑度 這些都來調 先從相似性吧 往外邊拖拉 你去拉就感覺了 有看到嗎 拉過頭人就不見了喔 它去抓綠色相近的顏色 那拉到這裡的周圍還有淡淡的這個呢 可以透過平滑度來做調整 喔 這個 那接下來顏色溢出的地方 你可以來弄 那這個接下來不透明度 你看懂了嗎 喔 這個預設當然我們人物要留著 接下來對比的地方 可以讓人的臉更亮一點 氣色更好 那亮度再增加 喔 對比增加就好 那Gamma是調 你看見了嗎 我希望我的氣色更陽光更健康 來亮一點點吧 好 就像這樣 那如果OK關閉 來 那做完以後呢 其實調整完了 那旁邊仔細看 其實呢 如果你今天是用Mac的電腦去備效果更好 這個要去調效果看看 然後我們就把它上手這樣 那接下來 在OBS 要開始錄製教學影片的時候呢 你要點右下角的這個設定 這邊先看一下吧 設定的地方呢 好 好 在影像的 影像來 我們這樣一個一個看吧 中文的不用改 對不對 串流是直播的時候使用 在輸出的地方呢 這邊呢 建議各位要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MP4 MP4相容性最高 那 錄影的地方的來源 待會錄完去哪裡呢 我們稀持的Video OK嗎 那接下來 位元率 如果你電腦沒有到很強的時候 真的不要改太高喔 2500其實就夠了 好來 各位也可以把這個數字稍微記一下 所以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 接下來 點選這個 錄製 那麼他就在錄囉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YouTube 我就在右邊操作 我現在點選播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沖閑老師 那現在我們在看的是 動物檢定的星球頻道 是為了能延續基因庫 這猴子好可愛 所以呢 這邊有背景的聲音 比較多的配偶 但安靜的公喉 能製造更多金子 好啦 那我們就錄製一小段吧 那再點選停止錄製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錄製教學節目